見到我來到佛教黃穩田中學 就知道又是黃穩田杯小學跳繩比賽 近年香港的跳繩水平不斷上升 就有賴中小學的推廣 你看今日我們這裡的一班運動員 他們進步了非常之多 比賽當日一眾小小運動員 就在佛教黃穩田中學集合 之後就是簡單而隆重的宣誓儀式 經過一輪熱身之後 比賽正式開始 今屆總共有三個項目 首先就是四人單人繩接力賽 四位運動員要輪流按花式次序 各跳30秒 接下來就是二人橫排跳速度賽 兩位運動員共用一條繩跳30秒 最後就是三人大繩速度賽 在這裡聽聽葉偉儀校長說 今屆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最大分別我想今年多了很多同學參加 今年我們參加的學校去到十七間小學 參加的同學去到三百多人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開心的數字 因為我想大家都對於推動跳繩運動 或者鼓勵同學去參加跳繩比賽 是更加有一個熱誠和更加有一種活力 我想最重要透過跳繩是一種挑戰自己 培養學生一種堅毅的精神 我們經常都很擔心現在的小朋友很脆弱 不能夠去應付各種挑戰和難關 其實我覺得跳繩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機會 去挑戰自己 去嘗試令到自己有一個更加好的堅毅精神 我相信這個對同學是最大的得著 今天比賽每位運動員都出盡全力 他們都希望可以突破到自己的最好成績 真真正正地挑戰自己的極限 分分鐘經過多次的磨練和比賽之後 他朝一日都有機會成為香港隊的成員之一 而今天香港跳繩隊成員的洪子超 亦特意回來學校幫幫忙順便向班師弟教路 在我身邊的就是香港跳繩隊成員洪子超 子超你好 我記得你在2017年其實你有幾個重要的比賽 表現成怎樣? 以及是甚麼比賽? 在2017年7月在美國浩南多的時候 就參加了世界跳繩禁標賽2017 那天我獲得五個銀牌 接著還有一個項目 商人同步 都是入了這個世界公開賽 獲得世界第六這個界值 接著來在八月中 我們在香港灣仔修頓場館舉行了亞太跳繩禁標賽 我獲得了一金二銀 同樣地我們也入了決賽 都是二銀同步花式項目 我獲得了亞太第二這個界值 在2017年你有這麼好的成績 你自己的感覺是怎樣? 我覺得是非常之安慰 因為我和隊員每天都至少練四至五個小時 有時候真的練得很久 是由焦點到晚 那這些浪水這些努力都是不是白費的 雖然這些獎 不過是賽後的一些安慰品 只不過其實最重要 我都是覺得在你的比賽過程之中 得到的那種感受 那種壓迫感 令到你在壓力裡面轉化成力量 令自己跳得更加好 同時都可以學到一些 就是你見開這些場面的時候 你都可以不會那麼害怕 不會那麼恐懼 不會受到這些壓力之下 來影響到你作賽的成績 好了 在2017年你成績非常之好 去到2018年有些什麼目標? 接下來都會有全港跳繩學界比賽 第三屆 我希望為我校爭光 可以再奪學界的鼓勁 最後就由The Skippers 來表演 等在場的一班小小運動員 偷下屍 在這裡也都希望一班同學仔 在往後的將來 越跳越好 好! 好! 好!